大家好,我是三喵鞋,乌梅上岗 俄乌战争打了一小时22分0一年多 反正您说多长时间吧 那么这段时间俄国军队的表现怎么样 我就不多说了,说过很多遍了 而西方对俄国的制裁力度是越来越加强了 这不最近这个一手牌的赌神拜登 又给俄国加了一个制裁禁令 禁止俄国去进口咖啡机啊 什么洗碗机啊等等等等的 俄国百姓何乎 怎么连这些民用器械都给禁止了 禁洗衣机吗,乌梅 这个应该也是禁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俄国可以从这些民用电器当中拆芯片 以备他们的军用 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 所以有一句谚语就是 您不要轻易的动怒展示自己的实力 一展示自己的实力啊 这世界第二军有多拉垮劲 咱们就来聊聊 五月军武器啊 您这没有这西方的这种零件啊 您是根本玩不转的 首先您造任何的武器 它本质上都是一些弓箭 大型弓箭的加工 您得要这种机床吧 尤其是这种高精密的竖控机床 这个东西对不起 现在俄罗斯是木有的 大部分的这种俄国的竖控机床 都是德国和日本那边的 对吧 那现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啊 很多的俄国和德国和日本的企业 纷纷撤出俄国 并且啊 他们通过远程技术 把这种机床给锁死之后 那么俄国就傻眼的 不仅如此 这种机床啊 可以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要专业人员去维护的 那您说这没有德国和日本技术人员 后续这维护 俄国的机床那就不好说了 有人说这堂堂斯维埃 堂堂俄罗斯 堂堂战斗民族 怎么连一台竖控机床都造不出来呢 哎 您看这机床前面加了两个数孔 对不对 这个苏俄的电子产业有多拉款 我是讲过不知道多少遍的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 苏俄 其实啊 他在冷战时候 很多的机床靠的也都是这个 当年比如苏德蜜月期啊 这个包括大萧条 那个时候美国资本家给的一些机床 哎 这些吃老本 让他们吃了很长的时间 那么到了这个电子产业蓬勃发展之后啊 我们说数控机床 他能够达到那种加工精度 比过去的那种机械式机床要高很多 而面对这个啊 这个苏联是真的没办法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知道需求决定攻击 对不对 您说数控机床 您拿来造坦克零件也好 您拿来造苏34战斗轰炸机也好 这本质上只是机床应用的一小部分 因为这东西说到底 还是国防部给买的单 哎 可是国防部买的单 难道不是给希尔九科夫 少医谷这些人去拿来贪污去的 他占大多数吗 对不对 您这种数控机床用的更多的地方 CNC加工很多很多 都是来自于民品的东西 对不对 这个不是笑话啊 说这个苏联能够造坦克 但是连一个暖水瓶都造不了 现在俄罗斯很多的这种民用的东西 都已经拉跨到如此地步 您要不信 您比较一下拉达汽车 跟其他主流汽车 它有多大多大的这种差别 那在这种情况没有需求 当然就没有攻击了 您这高端的数控机床 有何用武之力 一方面技术也不行 另外也没有这种需求侧 这样的一个刺激 那么俄罗斯的数控机床 当然就非常非常的不行 这不是什么举国体制 大国梦喊乌拉 你能够解决了 您喊乌拉 您就不要说手搓新聘了 您给我手搓数控机床 哎呀 臣妾办不到啊 所以说这些机床 只能靠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去搞 比如说普京务斥骗了他的德国 比如说跟俄国有领土争议的日本 靠着这些国家给俄国搞机床 您说这有没有精神吧 对不对 现在这仗打了一年多啊 这个俄国的这机床怎么办 目前看不出有任何好管的迹象啊 轴承这个东西 就是任何的这种活动物件 您从卡52这个武装直升机 到T72坦克 再到俄国的战斗机 再到他们民用的很多很多的东西啊 都得需要轴承这个东西 可是俄罗斯他们轴承 从西方进口这方面的这个东西 目前是濒临断车 我之前想过世界上最好的轴承 是瑞典产的不是 对吧 那瑞典还有西方的很多国家 产的这种轴承呢 在俄国卖的是挺火的 现在呢 既然制裁来了轴承一个一个断购 而且这玩意儿啊 是非常非常量大的消耗统 所以去年9月就有一篇文章 说俄国的这个铁路啊 现在面临着崩溃的边缘 为什么没有滚珠轴承了 对不对 当然那有人说 那个俄国你就号称说 某东方神秘大国要崩溃 怎么还不崩溃呢 您去年9月就说俄国的铁路崩溃 怎么还不崩溃呢 哎 这当然原因很多啊 其中它减少列车发车频次 我把一些报废的已经本来可以修好 但是因为缺乏零部件 不能修好的列车 作为零件来源 这都是办法 再说了 您敢说俄国背后没有东方神秘大国的侧应吗 这个啊 咱也不敢说 咱也不敢问 懂得自然懂 您是知道 咱就不说那种电子元器件了 就说这些东西 哎 甚至包括俄国的卡车 卡马兹 就这种卡车 就是您看那个画着Z字灰在战场上屡屡抛锚 被这个乌克兰军队给逮住的那种俄国最普通的卡车 连这东西都有很多的西方技术和西方零件 您比如说卡马兹是要用到美国康明斯的发动机 德国博士的燃油供给系统 德国这个TF还是KF 它的这个传动系统 您没有这些啊 您的这个卡车只能一夜之间退回苏联 我是看过一些YouTuber 他们在这个做过一些视频讲这个苏联时代卡车 它是怎么开的这方面的一些驾乘体验啊 那开上去非常非常的酸爽 那所以说这个大帝说给你几十年 还你一个强盛的俄罗斯 这个强盛的俄罗斯有没有 咱不知道 但是苏联那个时候的很多东西眼看就要快退回去了 但是呢 这所有所有的西方零件里面 这些之外 电子元器件非常要命 乌克兰战争啊 到去年八月份的时候 我看到一篇报道 说在乌克兰战场上减货的俄军武器残骸里面 找到了450多种西方供给的这种零件 很多这种零件是民品啊 这种所谓的西方 包括美国 包括欧洲 当然也包括韩国 日本等等等等 可能也包括这种民品 反正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 到了俄罗斯 然后俄罗斯把他们投到战场上 你比如说这个口径巡航导弹 他这个残海里面发现了31种西方的各种各样的电子元器件 包括德州仪器的东西 韩国公司的东西 日本公司的东西等等等等 甚至你包括俄国的海鹰无人机 人家那个镜头直接用的就是一个佳能 那个照相机啊 哎 也不知道这个少医谷大人 愿意不愿意替代成龙 去给这个佳能去当形象代言人 嗯 那个佳能应该是不愿意的吧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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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次说一遍 俄国的这种微电子工业 多么多么的拉款 而且是根本没有赶超上去的希望 连弯道超车的希望 都一点没有希望 在这种情况 你只能去仰仗西方来的一些东西 那么电子元器件的一个重灾区 就是这种夜市仪啊 这个俄国的T72B3M坦克 它这上面的松树夜市仪 用的是什么呢 是法国泰勒斯公司的产品 泰勒斯公司呢 之前跟俄国做生意 除了供给T72B3M的夜市仪 BMP步兵战车 BMZ步兵战车上面的夜市仪 都是泰勒斯公司荣誉出品 而俄国是等于搞到了 泰勒斯公司的一些生产版权 那么在国内用法国的零件 组装一下 就变成了这个松树夜市仪 不仅如此啊 这个泰勒斯公司给苏30战斗机 提供了这种塔康天线 导航天线 然后给苏霍伊公司提供了 很多很多必要的电子元器件 那么你当然可以说 没有了这个泰勒斯公司 我们知道这个克里米亚战争之后 理应来说 这个法国公司对俄国进行这种技术禁运 零件禁运的 对不对 理应来说 俄国的武器应该很快的 在这种夜市仪和电子元器件方面出现衰减 但并不是这样啊 就在战场上 一辆乌克兰军队缴获的BMP4步兵战车上 他们拆解 就发现了这个泰勒斯公司的这个夜市仪啊 这个夜市仪 你是可以查生产批号的 一看生产时间2016年 那么问题就来了 2014年的时候 普京大帝一声令下 这俄国军队就占领克里米亚 那个时候西方理论上就开始对普京进行禁运了 怎么2016年的设备还能出现在俄军装备当中呢 这个法国人也有话说的 说你看我们虽然禁运了 但是禁运的条款只生效于以后作用的这些所谓的协议合同 之前的合同他不具备回溯往事的效力啊 法国当时把这个事情看的不是很严重 说实话法国也就是在这次乌克兰战争当中 我就不说这次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了 就在当中才立场慢慢慢慢的变得坚定下来 您瞅瞅马克龙总统在战争爆发之前还数度哀求普京 那如果政府是这个样子 而这个很多的厂商啊 关于这一点是列宁吧 有一句话倒是没有说错 资本家可以为了利润去出卖 绞死他们自己的绞所 这话从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是错的 那么法国2016年的设备还是想办法给到了俄国 而且根据各种调查报告 这些装备啊 我看原文是能够装备一千个坦克装甲车和俗获一战斗机 我不知道它是各一千辆坦克 一千辆装甲车和一千辆俗获一战斗机吗 还有这些加起来总共有一千 不过想起来这个俄罗斯空天军 这个俗获一飞机可能真的没有一千架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还是愿意相信它是这个前者 就是加起来可能都有那么一千多 我看起来数量真的是挺不少 也的确是因为当时2014年说实话 西方对俄罗斯这种高技术零件禁运之后 很多国家很多公司对此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心想着啊我要做生意啊 对不对 那个我之前讲过俄罗斯天然气的广告 出现在欧冠赛场上是这几年才消失的吧 对不对 那至少在2014年之后 他还在这个欧冠赛场上存活了很长的时间 那么西方很多国家对俄罗斯是睁一眼闭一眼 也只有在2022年乌克兰战争之后 只有在布查这样的屠杀惨案发生之后 各国才亲眼看到俄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俄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嘴脸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我们说西方零件俄国想要获得 如果说之前西方零件想要获得的话 这个对于俄国是要废脸周章啊 但是从此之后西方零件俄国想要获得 那就会越来越难 而与此同时呢 前线这个西方零件它的消耗量是越来越大 您别的不说导弹打出记忆没 这里面就有比如说我说过的口径巡航导弹 31个这样的西方电子元器件 这些没了就是没了 您应该如何获得呢 您当然可以指望这个某负责任的东方神秘大国去测应 您当然可以指望这个金大将军去给您测应 但是对吧 这个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说讲到这里我就很感慨啊 这个西方的零件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军事的革命 而这一次军事的革命是这种高技术含量 这样的高技术含量 只能够在鼓励创新 鼓励企业家这样的自由社会当中搞出来 想靠大国崛起喊乌拉 搞这种东西是绝没有可能 所以俄国自己把自己的脚锁套得更紧了 虽然某些人还在声称说 一切尽在掌握当中我们不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 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对吧 败是肯定败的 接下来怎么败的问题 而且在这次战后不存在说给俄国保留大国席位的问题 它就是要被踢出大国的行列了 从方方面面来讲都是这样 那么行 关于这个俄军武器当中的西方零件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这只是这次战争当中体现出来的俄国拉胯的一个缩影 如此而已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